第一禪开工顺利 开定平安 动土顺利 亲自主持动土仪式 对于有40年历史的 成功国小活动中心动工改建 金融市长牛昌感触颇深 不只是因为曾在这里 读到国小二年级 或在这座活动中心 领取人生第一座大奖 这项工程更是它上任后推动 以校园为核心的社区改造运动 在成功国小基地的最后一里路 未来透过铁道旁环境改造 进一步串联成功一路狼带 搭配31号桥改建 衔接成绩转运站 更有机会翻转 被边缘多年的失求物理 在我的心里面的一个蓝图 就是希望能够在金融市的每一区 都选择一间小学 来推动以校园为核心的 环境改善计划 那为什么选择 以学校特别是小学 为动手的这个起点 是因为每一间小学 大概服务的就是几个里 那也是孩子 我们的小朋友 一到六年级的小朋友 大概是他步行距离 可以到达的这样子的一个距离的状况跟条件 小学的校地的一个选择跟规划 在都市计划上面是有它特殊的一个意义 也就是它是邻里服务的中心 更重要的是小学 学校有操场 其实操场某种程度也等于开放的一个绿地跟空间 总经费2亿9千万的成功国小活动中心 拆除重建工程 将改建成为多功能球馆 及可容纳400人的音乐厅 提供室内运动 与中小型艺文展演之用 也为这种市民带来更新颖舒适的活动空间 未来我们仁爱区 我们成功国小一楼的综合活动中心 会是个除了礼堂之外的风雨球场 风雨操场 跟外面的这个彩虹步道联合起来 会是在我们仁爱区 或是在我们市中心 让所有好朋友 所有我们市民们来去做运动最好的场所 这个规划对我们整个市民来讲 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金融市只有一个文化中心 我们文化中心的场地 大概每年都是排满 很难去满足更多的民众跟社团 在表演活动上面的一个需求 而这样一个中小型的一个活动中心 未来不只是提供给成功国小来用 它也将是整个仁爱区 甚至包括整个金融市 在大概400人左右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数上 的活动 未来很重要的一个场所 金融市政府教育处方面表示 新的成功国小多功能活动中心 预计民国112年完工 牛昌强调 虽然新的活动中心完工时 它已经卸任了 不过还是希望能让都市改造的理念 在金融市持续实践 提供市民更好的生活环境 记者张旗腾基隆报道